都是霍利池的馬,閘口當然要有些動靜 來吧,來吧 不斷走 把衣服裝上,撞出去 主持人鑑1,4,10,11,就拿了四膽做四龍彩膽 有一,八,十,十,十一,十二 先看看馬京,潘頓 跑第二 其實2號、10號和1號相差都不夠半個馬位 很近 田泰安都頗積極的 一開場就跑到第三回 還跟上四心在拍照 上四心就入了Q 現在跑1650 只有三隻馬贏過 明德之星贏過三次 兩次第二、三次第三 五次落地 嚴格說起來這隻馬就是最好成績 今年已經表現得很好的 季初的時候贏完又贏 上季就贏不了 今季在季初的時候贏完又贏 之後就好像低落了一點 但是又減一下分 現在好像又適合了 他又是巴道騎 巴道龍也是人馬合拍 巴道騎的勁飛勝 也騎得不錯 雖然贏得很敏水 也好 但也好 排十一檔 巴道 另外一隻馬贏過 就是總統之聲 潘頓騎 潘頓騎 123磅 排到二檔 又是漂亮檔 今天潘頓的馬 都挺好彩 抽到漂亮檔 這隻馬就贏過一次 沒有位置 四次落地 爪王烈焰莫雷拉 又是不幸 又抽到十二大外檔 這隻馬上將田泰安 跑第三 贏過兩次 三次第二 八次第三 25次落地 這隻馬是九歲馬 所以成績表比較長 爪王烈焰 上一將田泰安有4.7倍 都跑到第三 總統之聲上將WIN 上將成績好的 還有度身訂造 上次跑第二 這隻特身訂造 唯一一隻從未落地 從未落地的馬 從未落地的意思 就是他跑兩次 兩次入Q 5.1650 上將三倍 何宅堯跑第二 正說 何宅堯跑一隻多多利高 賽職都好 但是好像不欠了少少積極性 那這隻馬 現在排走一檔 隔離位就是潘頓 潘頓就贏過一次的 3號勇敢動力是怎樣 初跑始程 上將 上將就十七倍 現在隔晚十二倍 現在十四倍 天意都是入Q的 入過一次第二 一次第三 兩次落地 天意 排六檔 也挺好檔位 上次兩倍 潘頓 跑第十一名 在沙田千四 現在又回到法律谷 跑1650 跑回一個 入Q的路程 所以這隻一號 也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 這樣 4號 4號 就是 無論 檔位 賽職 近職 即是說一次 他跑兩次 兩次都入Q 零次落地 接著 何宅堯 上次跑第二 現在何宅堯 騎回 抽到他一檔 成為了2.7的熱門 那我都選這隻 選一隻四號 原因很簡單 就是好像每樣 都適合 唯一不適合 唯一不適合 就是挺熱門 那 那 如果要拖 就找一隻 什麼去拖 拖一下 4號 拖回明德之聲 啊 或者拖明德之聲 或者拖總統之聲 都是拖這些 拖 拖這個8號 8號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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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了幾場 又到一個 分數 這個階段 34分 這樣 就是 夠跑的 配了8號 好 我看一隻 4號 好像不是很焦點 但只有一場 只有一場 不然 沒有彩金 好 襲前的紅燈 又再次亮起 進入今晚的第二場賽事 五班 跑1650 最後階段 那隻 度身訂造的票數 都是跟之前一樣 那麼硬 27元 13元 位置 真的來了 勇敢動力 位置 率先進入六格 飛數 其實都很集中 只有三隻馬 十去留下 看看他們的表現 見到率先進入閘 就是二號馬 金剛複星 再來的六號 喜多樂 總統之聲 晉休 順利 再來見到一號馬 天意 最後也有陣飛 67元 來到56元 天意入閘 搞定 爪王 烈焰 問題不大 三號馬 勇敢動力 十倍都守不住 97元 再來見到入閘 是喜進龍 然後是瀟灑哥 最後入閘 應該是星河戰區 時間都差不多了 交給閘前 全部馬不準備 搭檔二場賽事 五班的六五零 大熱 是四 隨時起步 一跳出來的時候 稍為慢了 金剛複星 前面快的馬 粉紅衫 總統之聲搶 外面晉休 第三位喜多樂 外面位置還有明德之聲 守住內蘭第五位 就是黑衣黑帽 黃V那隻 就度身訂造 外面還有六三喜進龍 走上去 粉紅衫馬嵩中間 大約跟著第七位 勇敢動力 內蘭天二 尾四 淺藍三 星河戰區 尾三位置外面 爪王烈焰 暫時電後一對金剛複星上來 瀟灑哥就拍住他 在後面的位置 接近對面直路頭 前面明德之聲 是放了出來跑那隻 外面位置喜進龍 就走上去 第三位中間就是晉休 內蘭第四 粉紅衫 紅眼罩 總統之聲 內蘭第五位還有這隻 就度身訂造 外面拍住他 就是喜多樂 再後面還有勇敢動力 天二 綠色三 內蘭尾五 後面四隻 星河戰區拍住外面的爪王烈焰 後面兩隻 金剛複星裏 小灑哥就在外面的位置 過了六百米段柱 前面走出來就是喜進龍 佔先少少少 內蘭位置明德之聲 第三位馬進休 第四位粉紅衫 總統之聲 內蘭位置 度身訂造 在外面還有這隻喜多樂 外面蓋上了 爪王烈焰 紫色眼袖 粉紅衫 勇敢動力 後面才有天二星河戰區 正中有直路 喜進龍少少少 篩出來就佔先 外面追他 有總統之聲 外面上來 還有一隻明德之聲 大外島那邊是爪王烈焰 也都上 馬林中間是度身訂造 最後一百米 喜進龍佔先 裡面總統之聲 外面位置還有明德之聲 大外島是爪王烈焰 四眼馬平牌中置 裡面位置 總統之聲 會贏就是會贏 結果就是他先到 在裡面 跑第二三四名 都相當接近 中間有這隻明德之聲 外面是爪王烈焰 嘩!這隻何宅堯 真是 想跑外面 又抽到裡面 我什麼都 輸了一兩秒都有 總統之聲 這隻明德之聲 莫雷拉 厲害 這隻冷滿Q 這隻 十二十一 百多元 一百六十元 一百六十元 十二十一 一會兒你看 直路的時候 何宅堯 這隻四條仔 怎麼處理 這隻馬 不應該這麼差 這隻馬 連續兩次進入Q 現在在內蘭 黑黃兩種色的衣服 黃袖黑衣服 就是何宅堯的 這隻 特身訂造 他貼著這條欄 這個位置也不錯 不錯 但是他 跟著前面的 總統之聲 在這裏還 還扯一扯 這裏也沒有什麼 我覺得他有足夠的能力 去衝 在直路的時候衝 現在前面 就是明德之聲 在前面跑 但是明德之聲 也差不多 這個綁位 最後 明德之聲 也有個位置 但是那隻四條仔 就慘情了 你看他在後面 現在排第六 馬在他外面 不斷上 其實這個位置也不錯 跑到這條路也不錯 還是仍然有取勝機會 明德之聲 越走越順 在前面 你看看 何宅堯 他現在找到一條路 想衝 誰不知 有隻馬在他前面 橫越 跟著他想在外面走 明顯是想在外面走 又走回又去裡面 人家的馬在後面 都不斷衝上來 看來拉也走上來 所以這一場 又不是擠左 是交通略為擠塞 他不定主意 不知向外還是向內 抽到一個漂亮檔 都跑成這樣 今晚還是要追蹤一下潘頓 那些 再愉快了 審集成潘頓 都很可靠 真是